感性看球理性聊球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阿三看球 我是阿三 大家都知道那么眼下呢 奥运落选赛的一个比赛已经正式落下帷幕 那么中国呢 南南同希腊队之间呢展开了一场生死战 希腊队啊在首阶比赛就确立了啊 这个两位数的一个领先优势 到第二阶他们是继续扩大一个分叉 那么中国这边呢 是尽管说在下半场奋起直追 但很可惜呢 因为分叉拉的最大 所以最终呢还是以这个81比105呢 输给了希腊队 那么可以说目前是两连败出局呢 也无缘东京奥运会 总的来说那么这场比赛 中国的小伙子呢已经是拼尽全力 但很可惜技术不尽 那么技不为人的话 其实在关键时刻呢 也没有打出应有的一个水平 那么关键球的发挥上呢 还是有些疲软 那么在内线方面呢 希腊这边的身体还是相当的一个强作 那包括他们在运球技术啊 还有组织进攻方面呢 还是明显要优秀于中国男篮 那么我们中国队呢 在防守方面呢 很多时候也是有些注意力不集中 而失误也非常的多 整场比赛的周琦呢 作为绝对核心呢 表现还是非常的亮眼 那么他在比赛当中啊 其实呢 最后还剩两分钟左右了 五分离场 那么八头五中是砍下15分十个篮板 表现是非常出色的 那么如果说周琦没有这个眼睛伤病的话 那么我估计呢 可以打30分钟左右 那么拿下20加15的数据呢 应该是不难的 那么周琦这场比赛也贡献了三次精彩的一个爆扣 而胡明轩呢 上一场比赛非常的不错 那么这一场呢 也是非常的优秀 那么对阵希腊呢 胡明轩是出场 这个29分钟 那么八中三 那么三分球呢 是一中一 发球十中九 拿下16分五个助攻 那么两场比赛一共是砍下了40加五个三分九的一个成绩 可以说是相当的不错 那么这场比赛 那赵季伟的发挥呢 却是不尽如人意 那么到了国际赛场呢 感觉赵季伟整体的一个投篮的一个技术就不见了 那么第一场是七中一第二场五中一 他只拿到四分两个助攻 有四次失误 那么两场十二中二的话 也有十次的一个失误 那么全场比赛 他的表现是完全没有发挥出自己应有的一个水平 那么可以说 接下来呢 他真的需要好好去总结 那么针对赵季伟这样的一个糟糕表现和失误的话 那么其实呢 也是目前中国南南目前的一个通病 包括整个球队的一个缩影 那么杜丰呢 看在眼里是急在心里 那么在场上也是曾经多次发飙去批评这个球员 很可惜大家啊 在短时间内呢 还是改不过来 所以既然这次都说是在练兵 那么为之后的奥运会去打基础 那么经历了两场比赛之后 那么杜丰呢 估计也会针对这一次暴露的一个问题 做出一些重大的调整 和决定 那么重新去改进这些茶楼补却 去调整一些问题 只是啊 唯一可惜的是 那么输掉这场比赛之后呢 那么中国呢 那也是37年呢 首次无缘奥运会 那么曾经我们是连续9次晋级奥运正赛的一个记录了 也因此被终止 也许呢 这个结果在2019年南南世界杯上呢 其实已经是注定了 那么在本次落选赛当中呢 面对强大的一个对手呢 我们其实也不抱太大的一个希望了 其实很多球迷都认为呢 2008年北京奥运会呢 那是黄金一带的开始 但是没有想到那是一个巅峰 那么当年呢 姚明一剑连孙叶等等一众好手呢 我们是选顺 把这个西班牙南南是拉下马 也是给这个美国南南制造了很大的一个威胁 那么英格尔西 由今是13年过去 一届都成为了一个过去式 那么由今中国南南处于一个新老交替的一个尴尬的一个时期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这些年轻队员队员呢 能够把基础扎实好 那么再一步步的往前走 好了本期的阿三砍球就聊到这里 喜欢阿三的可以点击关注评论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